諸位 妳看看那個 我一堂是講到這個什麼 觀金的下品下身 這種人不簡單 知道嗎 諸位知道 我簡單講一下 觀金的下品下身 從他今生來看 他造五逆重罪 五逆十二重罪 這個領障是非常沉重的 當然凝終的時候 第一的佛獻前 因果法爾如死 但是妳知道這個人怎麼樣 妳知道嗎 他聽到三四世的幾句話的開導 他還不是在佛堂喔 他是臨終的時候 聽到三四世的開掃 在這種兵荒馬亂 內憂外患的時候 聽到這個佛 他馬上啟動他的善根 起大懺愧 然後轉第一的火 成金蓮花 馬上提起佛號 把這個第一的葉 轉成淨土的葉 諸位 妳覺得這個人怎麼樣 不簡單吧 我們有點看不上下品下身 這個人不是一般人 所以你看 善導大師在叛教 他說 善品是義大凡夫 大乘的 大乘三根的 伏貝雙修的 忠品是義小凡夫 小乘根基的 夏品他是造罪凡夫 他沒講他的根性 他說今生造罪 他沒有說他是小乘喔 他說夏品是造惡凡夫 但這個人肯定是大乘三根的 所以善導大師把這個善導大師 就要把他補充說 他今生造惡 但是過去生世 身後的大乘三根 才能夠在臨終的那一剎那 這個飛機快已經要撞山了 他馬上把他拉上來 所以諸位 罪業 煩惱會讓我們墮落 但是善根會讓你在作弄中產生反轉 當然我們不造罪是最好的 因為你沒有必要去經過這個危險過程 所以你看那個 有一個祖師道德說 他講到這個十念跟一念 有人問這個 黃念祖老記事說 為什麼有些人要十念 有些人一念 黃念祖說他善根不同 有些人一念就夠了 他一念提起來 他就已經現成 燕尼索伯心求極樂 有些人他必須要經過十念的相續 他的心態 才能夠跟燕尼索伯心求極樂到位 同樣一句佛號 但是你的心理素子不同 居然 author 可以幫忙